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施有层次之分 表示我们最起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甚至是轻松做到 例如 善待 照顾众生 使之安乐 你是在不失慈心 救济 帮助众生 使之无苦 你是在不失悲心 受人欺负 不加回报 你是在不失宽容 请听别人诉苦 你是在不失安慰 夸奖别人的优点 善行 你不失他人自信 用功修行 精进面佛 回向给众生 这也是一种不失 即使在日常工作也可以进行布施 对同事 组管 老板 布施爱语 信任 在人际交往中 以文雅 缓合的语气说话 而非抱持着严厉 自私的态度 如此一来 上班的气氛便会令人感到舒服 而且你又间接不失于悦给他人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快乐带给众生时 我们就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总之 布施可以用任何形式付出 但是出发点尽量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要期望别人的回报或是感激 布施时 想想自己 受施者 所施之物 不论有形 无形 则三者是因缘合合而产生 一切都是幻化或是在梦境里 没有所谓真实的存在 能这样思维 才是佛法的布施 在梦境里面 布施是积极附会资料的首要行词 借由广修布施法以舍去自心潜滩的烦恼 由于能布施自然就掌养了恭敬心慈悲心与平等心 能去除慢心称心 记住布施四个重点 一、布施有层次之别 二、布施有种种形式 三、布施无大小之分 四、布施的人物是空性 三、布施有什么事 三、布施导 诗诗的意义与功德 什么是诗诗 诗诗又名诗恶鬼 因此很多人都以为 诗诗就是让恶鬼吃饱 其实不然 所诗物品经过咒语加持后 集成解脱时 照佛此例 此时能令恶鬼众因诗而解脱 如今云 最必得出生人天中 受天尊圣为妙快乐 殊胜自在 时时不仅能帮助鬼道众生脱离恶道之苦 还能令失者业障消除 去病除恶 如佛说诗恶鬼 甘露位大陀罗尼经上说 若负有重罪恶业累账 难可除断者 每日咒如周 以诗恶鬼 满足七日 一切罪障昔灭无余 若人遇大众病 及诸鬼病等 当作面周三气 咒之七变 于旷野中 施诸恶鬼 如是恶七日 所欲病痛 即得除欲 而且施时 所施之物 不在于数量多寡 乃至一传之时 施予鬼道众生 以示激功美德之善行 如佛说诗恶鬼 甘露位大陀罗尼经云 虽是阿罗汉 辟之佛 献寿其报 有限有量 但得五百节 人天果报 善师恶鬼 一传之时 世人福德 即是菩提 菩提者 不可限量 事故福寿 不可限量 事实的功德利益 在精正 不顺美举 以世俗的功德 来形容 总说有识 一 做大布施 行坛普罗密 二 超见有缘 普利幽明 三 广结善缘 四 得诸佛菩萨 己所超见鬼神之护佑 五 消世间灾力之气 六 消自业障 七 增满福德 八 消灾严寿 九 居处安乐 十 道业 增进 诗食 能令诸佛菩萨欢喜 如 佛说 诗恶鬼 甘露味 大图鲁尼精云 食方恶鬼 一切 集聚间 无空缺 欢喜饮食 当耳之食 十方岔土 现在诸佛 谣善善行者 赋予 遥寿菩提之计 一切菩萨 欢喜爱念 一切天龙 各个将香花 阴落 种种祭月 遥失行者 因此 日后若见有人诗食 我们应该随喜赞叹诗者 随喜赞叹 得随喜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 爱于篇幅有限 本文仅能简略说明事实的意义和功德 详细内容 请查阅中华印经协会所印证之慈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众所取 一位军事实的意义和声 有位女居士 有位女居士与母亲 参加一个澳洲的旅行团 行程中来到荒凉的西部 当地导游 当地导游为了私人利益 可以安排大家睡在古仓里两个晚上 说是为了体验慕名生活 那位居士睡在角落倒数第三床 倒数第二床睡的就是她的母亲 隔天醒来 她对妈妈说 晚上睡得不好 而且常常感到一股凉意 她的母亲却睡得非常安稳 也没有冷的感觉 睡在最里面的女士 听到她们的对话 立刻过来表示歉意 她说 抱歉 我昨晚失时 可能是她们走得太近了 今晚我会叮嚀她们小心一点 不要影响身旁的人 当时这位居士尚未入佛门 而她的母亲虽然归了 也不是很用功 每天只做简单的早晚课而已 一般人 听到有关鬼魂的事 早已毛骨悚然 甚至斥责对方的行为 然而居士的母亲却随喜 赞叹对方的善行 后来经过打听 才知道那位女士 原来是外交官之妻 以前常年居住国外 亲近西藏法师多年 就是她的师长教导实实的 是她的师长的 也不带不合计 希望 都要做 我们下 在这儿 我们下 在这儿 等 故事中的女士在旅游中不忘诗时 能交出有慈悲心的弟子 可见那位西藏师父不但自己本身诗时 也教导白衣弟子诗时 其深刻的悲心值得众人礼敬赞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敌苦得乐 这是慈悲之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之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话博帐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之业 慢书势力中心 读书会开班公告 现代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佛法 并解开对于佛教的诸多疑问 特别离请来自印度色拉节式的诺诺格西 开办佛典读经班 第一期首先选读普贤恨愿品 西记透过格西的讲解 引导以及学员们的分享交流 一起来研读佛教经典 从佛法的核心教义 回归佛陀的思想本怀 确立佛法的正性证件 开班日期3月14日 时间每周二晚间7点到9点 报名方式 请透过粉砖私讯 线上表单报名或利临中心现场 报名留下您的姓名 报名项目及联络电话 由于名额有限 请尽速报名 额满为止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三段 99项10楼2号1楼 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点半 借杀卢树护生点灯供水及蔬食饗宴 法会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14 恰询电话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 口诶 家人 幸福 婚萨参与 股萨参与 我愛你,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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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接受冠頂? 發了密宗的菩提心並接受冠頂之後 就是進入了密法之門 密宗菩提心與顯宗菩提心的差別在於 顯宗的菩提心是為了度化一切眾生而修學顯宗法門 之後經歷三個無數大劫以後才能夠成佛 密宗的菩提心是為了度化一切眾生而修學密宗法門 一定要集身成佛 即使不能集身成佛 也要在中陰身的時候成佛 如果中陰身還不能成佛 就發願下一世成佛 密宗續部也講過 保持清淨密乘戒的密法修行人 最晚會在七世之內成就 在密宗菩提心的基礎上 在密宗菩提心的基礎上 接受第一次灌頂就正式成為密乘修行人了 所以對每一個想要修密法的人來說 灌頂都是很重要的 沒有灌過頂的人 根本不允許聽文和修學密法 密宗的第一步是灌頂 想修密法 首先必須灌頂 灌頂的過程同時也是受密乘戒的儀軌 在灌頂之後 必須學習密乘十四條根本戒 或當次灌頂相應的密乘戒 並保持誓言清淨 學佛不一定要學密宗 假如自己選擇的是漢傳佛教的淨土宗 禪宗等等 就不需要灌頂 也沒有犯密乘戒的危險了 但如果準備學密法 了解一些灌頂的常識 就是必不可少的 灌頂的含義有兩種 是灌輸 本身佛性並不需要外界的灌輸 因為原本存在 但從表面上看 通過灌頂 還是灌輸了一種力量 從而啟動了如來藏本性 是摧毀、斷除、破除 摧毀我們的貪、撐、吃等障礙 灌頂的作用 啟動佛性 灌頂的作用 密法所講的 基、盜、果、三者當中的基 是每個眾生自身先天具備的 從密宗的角度來說 我們的貪、撐、吃、慢、疑、五毒、煩惱的本體 就是五方佛的五種智慧 五方佛或五種智慧 本身存在於我們的本性當中 在我們還沒有學佛或沒有灌頂之前 佛性雖然存在 卻對我們不起任何作用 金瓦斯 勝利 G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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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